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俘虏的处理其实也是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 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候 战争中被俘虏的人无论男女身份都会变成奴隶 被送到奴隶主的景田里从事繁重的劳动 后来随着景田制的废除 一家一户从事农业生产成为主流 因此奴隶的数量也渐渐变少了 战争中俘获的俘虏 尤其是战败方的王公贵族 战胜方对待他们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俘虏中的男丁要么就是把他们全部杀死 要么就是流放到边远的地区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当然了派兵丁看押是少不了的 俘虏中的女丁则被收入战胜方王室的一亭里 从事将洗逢补这样的体力劳动 如果成得好看一点 年纪小一点的则会被选入宫中当宫女 运气特别好的还可能成为战胜方君王的嫔妃 刘邦剧照 比如刘邦在打败并杀掉魏豹以后 魏豹的后妃搏击就进入了刘邦的洗衣房 后来又成为了刘邦的后妃 隋文帝灭了陈朝后 把陈朝皇室的男人们都流放到边远地区 让他们从事鼓励 不过却把陈淑宝的妹妹陈氏了为妃子 而且这个妃子后来还成为隋文帝最喜爱的宣华夫人 李诗民杀掉兄弟李元吉后 同时还杀掉了李元吉的几个儿子 但是李元吉的老婆杨氏却成为李诗民的后妃 后来李诗民还差点一度把她封为皇后 于是人们不禁就想到 既然在战争失败后 女人有可能成为敌人身边最亲近的人 为什么他们不报仇血恨 反而极力巴结敌人 努力要讨敌人的欢心呢 事实上也是如此 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伯姬 她的丈夫被刘邦杀死了 她来到刘邦身边 但是在她看来 能够得到刘邦哪怕一次垂顾 也是她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再比如宣华夫人 她的国家被杨奸给灭了 她被掳了杨奸后宫 当时杨奸的老婆 独孤皇后非常嫉妒 不允许杨奸染指其他女人 可是宣华夫人却通过 极力讨好独孤皇后 多多少少获得杨奸的一点垂爱 而这一点垂爱 已经